第三百四十集 选定好了拜师的日子 这一天,杨如新跪在葡团之上 唐万千亲自将万古之母 从玉清戈的体内取出 要种到杨如新的掌心里 男左女右 这股是要种进右手手心的 可杨如新那里有一颗雪质 那雪质就是它的空间 它可不允许老头子将它的雪质划破 万一到时候将空间弄没了 可怎么办 你是女的 哪里能种左手啊 唐万千吹胡的瞪眼 男左女右 这是老祖祖留下的 不过,看杨如新那么坚决的模样 最后没了办法 只能退而求其次的 将万古之母冲进了它的手腕上 杨如新也终于看清了 那万古之母的真面目 竟然蜷缩得跟黄豆一样大小 是接近透明的白色物体 在唐万千将它按在自己手腕上 划开的口子上时 神奇地伸展开来 竟然顺着血液游了进去 甚至在它的手腕上 形成了一条若隐若现的细线 乍一看就跟手腕上 缠了一条丝线似的 哎呀 他竟然醒了 唐万千看着杨如新的手腕 眼睛都差点瞪出来 欲青哥也是一脸的惊叹 姐姐 这东西在我手心里的时候 一动不动 我还以为是死的呢 可是到你这里竟然这么活泼 姐姐 你的血都是香的吧 说着 对杨如新的手一刺牙 我得咬一口尝尝 一边去 杨如新一把推开了 搞怪的欲青哥 你少在这里耍宝 你当自己是吸血鬼呀 欲青哥撇了撇嘴 不过 那手腕上的细线 竟然还在不断地增加 最后一直缠绕了三圈之后 这才停了下来 跟戴了个镯子似的 哎呀 星儿啊 唐万千捋着小胡子笑了 其实可儿说的没错 兴许是你的血 真的跟旁人不同啊 难不成 我的还跟吃唐僧似的 吃了能长生不老吗 唐僧 是谁啊 唐万千皱起了眉 哦 吴承恩是明代的 这个时候还没写出西游记呢 我知道 唐僧是一个唐朝的和尚 他的肉吃了能长生不老 所以他去西天取经的时候 很多妖怪都要吃他 但是他有个大徒弟 叫孙悟空 可厉害了 死妞儿一听 眉飞色舞的开始讲了起来 其他的孩子也跟着七嘴八舌的讲起来 杨如心之前没事的时候 给大家讲过后世非常著名的四大名著 其中西游记是最受欢迎的 几个孩子自己都能复述了 孙悟空是大家心里的英雄 师父 那是我给他们讲的故事里的人物 杨如心急忙解释了一句 行了 不管是谁了 反正你的体质 你的血 真的可能异于常人 或许你没发现 那连心骨在你的身体里不过一年的时间 也已经进化到了最高阶段 杨如心抬手摸了一下眉心 当时的连心骨是从这里进入他们身体的 没什么不适 所以他一直没怎么留意 也就是之前顾清衡出事的时候 他才发现这东西还真的挺灵验 他真的能感受到顾清衡的危险 但是唐万千是怎么知道自己体内的蛊虫进化了呢 哈哈 你自己或许发现不了 别的跟你不熟悉的人或许不会察觉 但是那两个虫子呀 可是我饲养的 自然是能察觉的 你现在身上会带着一股淡淡的香气 杨如心点了点头 之前李家宴就问过他用什么香粉 还问他在哪买的 他当时想自己从来不用腌制水粉 却原来是连心骨的原因 先祖留下的手渣上有记载 当你手腕上的线变成金色的线 而且可以随着你的意念随隐隐藏或者出现 那么就是这蛊虫的最高级别了 杨如心点点头 哇 还真的挺牛 那就等着看吧 随后 唐万千又将那本《唐门古读》交给了杨如心 不过这本书可是深奥得多 所以不让他现在就研读 至少要将之前他给他所有的书都先记住 弄懂了再说 毕竟古读不同于赫顶红、披霜之类的读 那些读是死读 而古读却是活读 这两者的区别大着呢 百师之后 对杨如心来说 就是多了个师父而已 其余的暂时没什么变化 星儿 我得离开一段时间 需要跟你借几个人手 他都失踪十几年了 以前的那些就算是心腹 现在也不敢保证没有变心 所以他必须要小心才好 你要去哪里 属中啊 唐万千也不瞒着杨如心 可儿马上要定亲、成亲了 我这不能一点嫁妆都没有啊 现在我这手里除了制出的几种毒药 和几条虫子 我什么都没有 吃喝还都是徒弟提供的呢 借人给你没问题 可是师父 我估摸着 你的东西都在唐门里面 你要进出去东西 能不惊动他们吗 而现在唐门唐坤什么情况 咱们知道的只不过是皮毛 万一 呃 自跑 老夫还是没问题的 老夫还是没问题的 好 就算你没问题 可你能保证 对方知道你还活着的时候 不跟踪你 不寻找你 到时候 找来了这里 你觉得 还有安稳 还有安稳的日子过吗 下注什么的 我先给制办 等将来 等将来咱们回去清理门户的时候再说 到时候 你如果觉得过意不去 那就分威点好了 你们的 杨如新松了一口气 他还真怕老头子 一意孤行 刚出了正月 杨如新就接到了 顾清衡的信 他已经颁师回京了 皇上给他升了官 现在是正无品的 宁远将军 在京城 无品以上的官员 就有资格被皇上 赐宅子了 所以 他也得了一个 不过 不能跟那些大官比 只得了一个三进的院子 但是位置很好 就在北城边上的 饕铁方里 顾清衡很清楚 杨如新的想法 所以 也没说到时候 要搬进京城居住的话 只说了将来 带着家人进去游玩的话 有地方落脚 还没等到杨如新 给顾清衡回信呢 外面就有人喊 上职 直到杨如新接旨 杨如新愣了一下 圣旨怎么可能下到这里来 其他人都吓了一跳 董文秀没见过这种架势 但是逢是明白 其冒吩咐众人 简单地整理了一下衣衫 簽搜拥到了杨如新的身边 杨如新的身边 行儿 快去换件衣裳 娘 我就一村姑 村姑 哪里有这么多讲究呀 杨如新笑了笑 自己的衣裳 简单舒适 没什么不好 好了 都淡定点 走吧 众人一看 他那从容的样子 也都松了一口气 杜成修是知道这些礼仪的 急忙让人抬了供桌出来 迅速地摆好了相案供品 然后将那宣旨的太监迎了进来 后面还有一对侍卫 为首的杨如新见过 这是太子身边的贴身侍卫吴恨 可见这次皇上的圣旨 是大张旗鼓地下来的 为首的三个公公 是太子身边 除了蓝公公之外 最心腹的一个公公 另外一个水公公 则是皇上身边的一个管事公公 圣旨就那样 杨如新这辈子没见过 可是上辈子 电视剧里演过各个朝代的圣旨 基本就是奉天承运 皇帝赵约这样的开头 没什么特别的 只是因为家里没有下跪的习惯 也没想到要接圣旨 所以根本就没准备什么厚的蒲团 只有几个普通的蒲团 那还是为了过年过节的时候 七百天地用的 所以跪起来特别的不舒服 但是再不舒服也只能忍着 好在那三个公公也不拖他 麻溜的就将圣旨念完了 无非就是赞颂杨如新 医者仁心 聪慧端庄 贤惠淑德之类的 杨如谢 谢恩吧 公公将圣旨合起来递了过去 后面的水公公亲手将一个铺着黄绸子的托盘递了过来 上面是一枚翠绿的托盆 杨如新谢恩之后 先接了圣旨过来 转身交给了杜曼 又接过来托旨 转身交给了杜鹃 不过 这还命完 皇上都有赏赐了 宫里其他的人自然也不会落下 不管愿意不愿意 都要破费一二 不过 却都不会越过皇上的御托旨 所以太后赏了一串沉香木的佛珠 颗颗都很圆润 遗憾就是经常被把玩的 可见也是太后的随身之物 穆皇贵妃 则是一块刻着平安二次的玉佩 中规中矩 没什么特别 德妃萧锦赏的是一对和田玉的镯子 虽然价值不菲 可是在京城里 宫里对贵女的赏赐 基本都是这些东西 所以不过就是应付公事的举动 而太子妃则赏赐了六匹不同颜色的霞光锦 这霞光锦据说十分的难得 是用特殊法子饲养的天蚕丝织成的 据说那些蚕丝抽出来 就有不同的颜色 织成的锦不消染色 自身能发出淡淡的七彩光 酷名霞光锦 那彩色蚕丝产量很低 每年的产量也不过十几匹而已 只供应给皇宫 会被皇上赏赐给各位主子 所以皇宫以外能看见霞光锦 都是从宫里赏赐出来的 如今太子妃一下子就赏赐了六匹 可谓是大手笔了 这六匹的颜色各不相同 其中四匹的颜色特别的娇艳 很适合小姑娘座椅上 另外两匹就是相对稳重的颜色 适合成亲的女子 显然太子妃是根据杨如新家里的六个女娃来准备的 也是用了新的 至于宫里其他的贵人 也都是有赏赐物 不过都是小玩意儿 价值相对前面的这些都不高 公公们都是太子的心腹 自然知道杨如新是个什么情况 之前没见过此时观察着女人不由得暗暗点头 没见过这么沉得住气的村姑 面对圣旨那从容的 自认为在宫里这么些年都不一定能做到 如果不是早就打听好了底细 他们真的不相信这是个村姑 这时候杜承修已经带人准备好了荷包 每人塞了一个也是有厚有薄 所有的人都没拒绝 接受的很坦然 很快得到消息的外面的人都来了 比如方德华 比如村里的一些人 这是皇上的圣旨啊 别说这个小山村了 就算是方德华也没见过几回啊 那得到了消息的人能不来吗 更何况按照正理 公公们宣完了圣旨 歇系也是要去县衙或者朝廷驿站的 结果水公公一挥手 可是听说了杨姑娘这里好吃的挺多的 不知道咋家有这口福没啊 说着笑眯眯的看向杨如新 杨如新笑了 星儿也不过就是会做点农家菜 如果公公不嫌弃 那就是咱们的荣幸了 哎呀不嫌弃 公公笑了 方德华一看 自然不能再提什么 直接留下来陪客了 酒足饭饱之后 天色渐晚 自然不能启程 一群人理所当然的留了下来 都被安排在小峰的那个增幅楼里 现在盖起来的三个小楼都起了名字 小峰的这个叫增幅楼 二妞儿的那个叫吉祥楼 而杨如新的这个被大家习惯叫做红楼的院子 则起名叫做大观楼 这都是杨如新的杰作 顾夫人 安顿好了之后 那水公公溜溜答答的过来照杨如新 身后还跟着太子的侍卫吴恨 吴恨的手里捧着一个香张木的小箱子 公公 杨如新微微汗手 将人让进了客厅里 让人上茶上点心 咋家这次来呀 可不光是替天家来宣圣旨的 还是为咱们殿下来实现诺言的 吴恨上前一步 将箱子放在桌子上 打开了盖子 果真是一箱子的金银 不过不是金钉子银钉子 也不是金条银条 而是被制成各种形状的金刻子 金瓜子 金叶子 金花生 银刻子 银葡萄 和银如玉 杨如新拿起颗金花生 掂量了一下 意味深长的 看向了公公 回去替我谢谢太子 太子殿下 可真是太大方了 唉 太子呀太子 你可真抠门呀 那些大家族里 一般都会将一些金银 铸成各种形状的小物件 每个都不会太重 大概也就一钱左右一个 里面基本都是空心的 就是为了打赏用的 当初他去前线解围 跟太子开玩笑 赏赐点金银就好了 没想到这家伙 当真送来一箱子的金银 只是 就算这样的一箱子 也没多少钱呢 合起来 能有个几百两银子的价值 就冲顶了 这一箱子里的东西 估计都没这个 香肠木的箱子之前 公公咳嗽了一声 他怎么能听不出来 这女人嘴里的嘲讽调侃呢 可是 只能当听不出来了 顾夫人 太子说了 顾将军现在乃是朝之动量 作为她的妻子 没事儿还是该去经理转转的 毕竟顾大人相貌出众 十分的让人仰慕呢 杨如新的眉头皱了起来 公公 你的意思是 我相公要出墙吗 咳咳 公公终究被自己的口水给呛着了 也终于意识到 这真是村姑 这话说的怎么这么直白呀 哎呀 公公 你可别着凉了 水公公无语的翻了个白眼 没事儿了 咋家累了 哎 不是 公公 你还没说完呢 我家男人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 有小狐狸缠着他了 说着 开始挽起了袖子 我跟你说啊 我男人虽然长得好 但是绝对不会 年华惹草的 肯定是别人缠着他 那我就得去瞅瞅了 感动我男人 我脑不死他 我跟你说啊 俺们村里的女人 最恨那些狐狸精了 对付那些狐媚子 绝对颇手软 曾经就一个勾搭人家男人的寡妇 结果呢 被抓奎容了 连头发都给毫没了 没有 哎呀 咋家只是赞一句 顾打人好人品而已 可没有别的意思 然后 然后 落荒而逃 无恨意味深长地 看了眼杨如新 然后 也跟着走了 儿子暗处观察的人 也跟着离开了 杨如新的眸光闪了一下 这位公公的意思 应该是代表了太子的想法 他为什么 要我进京呢 暗中人的观察 又是什么意思 是皇上忌惮了顾清衡 还是别人的意思 杨如新决定 要跟顾清衡通个气 当天晚上 就送了信出去 本集播送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蜡习山里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